36岁韩国女星韩志文在JTBC新剧如此耀眼搭档鲜肉男朋友难祝贺,他们戏外相差11岁,戏里却是有暧昧关系的朋友,除了两人的绝佳默契成为看点,饰演他米虫哥哥的孙浩聚也展现搞笑功力,第四集中不惜偷吃狗饲料被妈妈抓包,他掉泪说,狗食超好吃。 五里头戏码助攻收视冲上5.4%创新高。 如此耀眼以韩志文饰演的25岁金慧子为背景,他因小时候捡到一只神奇的手表,只要拨动时间就能回到过去,但负作用会使人快速成长。 他意识到外貌变化后决定不再使用手表,直到父亲出车祸过时,他为了挽回父亲生命,重新启用手表,却因反复操作无数次,最后顺老成70岁老太婆,由资深演员金慧子诠释,就连家中养的狗饭里都认不出他,跑到南柱和家蹭饭吃。 孙浩郡伴伴韩志文的鲁蛇哥哥精英猪,整天在家当米虫的他看到妈妈就讨肉吃,免不了被教训。 韩志文在第四集中为了带回在南柱和家的饭里,买了一堆狗粮打算贿赂爱犬,孙浩郡却趁四下无人开罐偷吃,津津有味的模样。 被妈妈逮个挣住,又是一阵毒打,他委屈落泪,狗食这么好吃,好伤自尊心,无所不用其极搞笑,堪称最强净律业。 如此耀眼每周二,三中午十二点在LanTV,KKTV上架。 陈维安,综合报道看了这则新闻的人,夜看了,独家四道功法回春,原祖少乃密顿东京维修一乃完美女体5566公弹夜粉丝追杀。 他下落王少伟约会女星碧坛前占有傅达人生前最终画面曝光,引药解脱妻儿哭红眼孙浩郡在如此耀眼不计形象搞笑,甚至偷吃狗食。 翻射LanTV孙浩郡又吃完狗粮后被妈妈抓包,免补了一阵毒打。 翻射LanTV韩志文为了爱犬范例买了一堆狗粮,却被孙浩郡偷吃。 翻射LanTV孙浩郡左剧中扮韩志文的鲁蛇哥哥,时常与他作对。 翻射JTBC孙浩郡又在韩志文变老成金会子后,陪他测试体力。 翻射JTBC关键字韩志文难祝贺孙浩郡如此耀眼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。